近年來台灣頻頻爆發食安問題 不僅讓消費者是不安心 就連廚師也擔心有到不好的食材 危害下一代健康 知名中破腮水蛙師就呼籲政府 成立台灣食安警察總隊 透過公權力計查不肖業者 從源頭把關才能杜絕黑心食品 台灣的食安再繼續握發下去怎麼辦 我們下一代怎麼辦 未來是不是可以請他們來協助幫忙 以警察大學的這種的學術的方面 跟實際的是不是可以結合 為了這個目標 水蛙師與衛福部警政署等相關單位 及學者共同會談 談了半天卻被打槍 水蛙師雖感無難 仍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食安警察總隊必須具有公權力 且為獨立單位 而非隸屬於衛福部底下 台灣的食安才有救 那麼講完以後我也覺得是說 我還沒有講我就聽這些 我們的長官講了好多 我就聽了手都軟了 因為我們衛福部的集產連連 人力不足 我們警政署就要成立 我希望建立成立台灣食安警察總隊 要有公權力再成立 沒有公權力也不用成立 也是跟我們繼續也是這個樣子 我是希望警察 食安警察是有公權力 我不是只有在衛福部的底下 那我覺得這個警察我看也沒有用 那台灣的食安也救不了 水蛙師今年接任台灣廚師聯盟總會長 他向全台廚師喊話 恪守儲得 拒絕使用不對的食材 要讓消費者吃得安心 同時希望政府動起來 別讓食安問題 毀了台灣美食王國的名譽 記者林歐春 邱玉文 桃園報道 記者林歐春 邱玉文 桃園報道